为何中国人老师学不好英文 我们这个是讲到第五部分 害怕使用英文也比较少接触英文 我们上集讲了这是第五部分 这是中集 所以上集我们讲了 有关于发音很烂 对方听不懂 你的发音可能是很破 但是不是你说了算 看对方的反应做定论 这个上集讲到 这中集也讲了 我们就是我们中集从第三点开始讲 不管你的英文发音有多差 没有关系 记住你要慢慢讲 甚至可以重复几次 也可以加上比手画脚 你达到沟通的目的 重点就是你要敢讲 慢慢讲 那就算你勉强开口 而且自己觉得发音很差 甚至老外完全听不懂 其实这也不是坏事 有时候你说 听你讲了 我开口了 但是被笑了 老外听不懂 我错在那墙 我听你听错了 我早就不讲 其实这也不是坏事 虽然你讲了 但是确实发音不好 老外是不会笑你 可是他好像你听不懂 沟通了半天 他就走了 尤其找别人了 但是也不是坏事 因为你已经开口了 所以有时候跨出第一步 最重要 你不讲 一辈子不讲 一辈子就不会讲 但是说你第一次 就像你骑脚车 第一次摔倒 学游泳 喝了几口水 这也不是坏事 喝了几口水 像是你就少喝几口 慢慢就浮起来了 这个假如说 你摔了一次两次 你不会摔二十次 五十次 也没那么笨 你摔个两三次 差不多了 慢慢就知道 技巧在哪里 先不要摔 然后慢慢可以骑个几步 慢慢就会骑了 这个意思 你回家以后 不然想想 刚才讲的那些字 你发音不好 你就回家很傲了 那没关系 过去就过去 至少你有开口 一回生二回熟 问问家人同事 朋友 这有几个英雄 比你好的吗 问问他 他跟你讲一下 也许他发音 也不是很标准 跟至少比你好一点 我知道了 脑袋中 你就会加强印象 至少你讲 就是很多事情 就像是坏蛋 杀第一个人的时候 后悔料死 几天睡不着觉 好像很多军人 上战场 杀第一个人 我好像睡不着觉 过两天 又杀了一个 好过多 当兵当了一两年 杀人 无感 没感觉 当这个比喻 有点不伦不类 就凡是 凡是做第一次 我17个油管的YouTube的频道 有一个是英文正确发音音频 有很多东西 像300集 就是针对一些常用的英文 正确每次发音 对你会有帮助 所以你有时间去看看 我的发音应该还过得去 在中国应该算OK的 至少跟老外沟通 老外也没有 也没有想我发音不好 甚至又说发音还不错 所以我发音基本上OK了 而且有音标 有一些例句 一些解释 所以这个 你想学正确发音 去看我那个 其中有一个发音 你就打我名字 刘肺源 三个字 17个频道都会出来 那真的第二个问题 我不知道从何说起 我发音可能也还可以 这不是发音的问题 但是我就是讲不出来 因为我不知道从何说起 不管人家问路还是怎么样 我开不了口 因为我不知道 中文要表达什么 我可能想得出一点 可是英文要开始怎么讲 我不习惯 讲不出来 不知从何说起 也确实有种情况 这时候你不妨可以想想 我们讲一个观念 有的人就说 哎呀 我要讲一个很漂亮的英文 吓死人 惊天动地 我讲不出来 那你就想太多了 或者说 我至少讲一个整个句子嘛 我要想没那么多 可是我真的讲不出整个句子啊 这个脑海中啊 先把中文先想好 再想英文 要怎么讲句子 那只想到几个字 讲不下去了 那这样很累啊 我想就想半天啊 这个老外在那等我啊 也不是办法 干脑不要讲好了 不知从何说起 没关系 你一下子说不说完句子 你不熟嘛 就算老师叫你写作文 你也叫你写200字好了 不然你也要想半天嘛 所以一开始不熟悉没关系 讲不出完整句子 没有关系啊 没有法律规定 你跟外国人讲 一定要得到完整句子 没有的规定啊 当然你要是英文作文 你当然要写句子啊 讲的时候口语嘛 跟讲 跟写东西不一样 你就说个片语吧 或几个字吧 不要有个句子 说几个字嘛 三个字五个字也行嘛 两个字三个字也可以嘛 那这样是不是比句子简单一点 就是标准标放那么高 那你说 重点就是不是一个句子 能够收取关键字就可以嘛 重点就可以嘛 你说我连片语啊 几个字我一时间 我连这样子我都讲不出来 那也行那也没关系 我句子讲不出来 我连几个字都讲不出来 那你就讲单字也可以嘛 你讲单字嘛 有关键字啊 重点是把那关键字 讲出来就好嘛 也可以啊 反正有开口就好 一个字也可以啊 一个是 如果你敢说出一个英文字 你也算跨了一步嘛 所以英文就是 你要请这一步跨嘛 你不敢讲 你一辈子不敢讲 一辈子跨不出那条线 就没办法 你敢跨 哪怕被笑 觉得 不好意思 方言不好 总是跨出去 有跨出去就比较好嘛 你就算跨出第一步啊 接下来过一段时间 你就可能讲出啊 片语几个字啊 再过一段时间 你慢慢熟了啊 你就可能讲出 一个比较简单的句子 或者以后有信心啊 或者你基本功本就不差 你就可能讲 稍微还复杂一点的句子 也可能啊 不论你说一个英文单字啊 片语会几个字啊 甚至一个简单的句子啊 你不要怕说错 很多人都这样子啊 我说了说个句子啊 可以啊 所以我做得到 可是可能有文法错误 有语法的错误 可能有个单字用错啊 就完蛋了 这没有关系啊 先说了再说 有讲出就好啊 除非说非常严重的错误啊 那就比较麻烦的 一般来讲你说 这个两个动词没关系嘛 两个动词有两个动词嘛 没有动词也就没动词嘛 不成句也不成句嘛 看见像个句子 其实这个也没有人 不是在上英文课嘛 你在跟老外沟通嘛 他有困难嘛 要问路嘛 要借厕所要怎么样 重点是要解决问题嘛 不再跟你上文法课 上英文课嘛 老外也不会计较那么多啊 你就讲啦 文法错就错 你不知道错也没关系 你知道哪一错也没关系 无所谓啊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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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讲啦 你心中不妨胆子大一点 说错就说错 没有关系啊 天塌不下来 对方也不会报警 所以我前面第一集 上集讲的是心魔啊 很多事情是你自己给自己压力很大 你年轻就是比较适合脸皮厚一点啊 但你说我天生就脸皮包 那也没关系啊 脸皮薄一点没关系啊 但是要想办法走出第一步啊 这个 那第三个问题呢 我如果说很差 会不会跟他笑死啊 我也不是不敢讲啊 但是 我害羞啊 我敢讲 可是我怕被笑啊 这怎么办呢 我真的敢讲 可是我英文程度不太好 我也很少讲 可是一讲你就说你发音不好 笑死你 这个文法有问题 这个讲的很奇怪啊 笑你啊 这很多人也是这样 我怕被笑 对吧 尤其是 我已经到卒管了啊 我在我小孩子前面啊 我在我老弟老妹前面啊 我是老师啊 我不是英文老师啊 我是数学老师啊 这个这样子学中会笑我啊 这个很多人这样讲 当然有时候你跟老外是一对一啦 旁边没人啊 也可能啊 或者旁边有人 你不妨想想啊 因为你是跟老外讲嘛 因为你跟中文也可以 你跟中文也可以练英文啊 但大家也觉得不习惯啊 就你跟老外讲啊 他中文就 他这个是中文不会讲的背包客啊 他可能英文啊 法文会讲啊 意大利会一点 他中文就不行 日文不行 他就没办法 那他用很差的中文跟你玩 你会不会笑他 你不会笑啊 那你不会笑他 他会笑你吧 老外 他跟你用中文讲 念经问密陀佛啊 他怕你不会讲英文 他就很憋角的中文跟你讲 那你会笑他吗 你不会笑他吧 你也是想仔细听吧 你知道中文很差 你就听他 他可能也讲一个单字 讲几个字 你也会听吧 你脑袋都想说 你要帮他解决问题啊 听懂他的意思啊 正常你不会笑他 那同样的 你讲的背包 老外 心里跟你一样 人同止心 他也不会笑你啊 又例如啊 当你到国外 像一个老广 广东人问路啊 广东人有时候中文不太好 然后他也很热心啊 你跟一个老广人问路啊 看本着黄总人啊 遇见国语他还听得懂啊 但是他就是广东腔啊 然后他告诉你答案 哎呦呦 厕所在前面啊 餐厅在前面啊 火车在前面 那你会不会笑他 谢谢你啊 那你如果许太差啊 广东人也不会吗 你这样讲的话 你就 你讲说你神经病啊 你不会笑他嘛 所以很多次不笑 老外 当然你知道啊 多数中国的 英文病不好 他们也没有打算啊 你会用很流利的自诊枪议员方式回答 所以你的回答不符预期 在他们心中再正常不过 当然如果你是到外商公司应征 美国念书 那英文做的差就不行了 那有一个针对性 我们现在是说不是 跟工作跟念书无关 就是马路上刚好 碰到 如果你回到老外 外路等等问题的时候 旁边的朋友笑你 英文说得很烂 哇那种朋友省有 那朋友应该是真正好朋友 应该是鼓励啊 哎不错不错 你敢讲哦 我朋友还在旁边 我妈给你急急笑 笑你说 英文好大了丢死人 那种朋友 也不是说绝交了 这朋友不够意思嘛 要不然你去讲嘛 你也不敢讲 那我讲你又笑我是什么东西啊 所以英文程度啊 不好的人 大致分为两类的人 第一类是 讲不好 但是不怕讲 而我是讲不好 那种不怕讲 而这种人很多啊 就是像以前台湾啦 有美军啊 住在台湾 有很多那个巴格尔 九八女 他没上过英文课啊 搞不好也没受什么教育啊 他讲得吉里哐啦 讲得很流利啊 但是仔细当然 会有英文好的 我没听就说 哎你就翻译也不好啊 就是文法不对啊 那无所谓嘛 他不是在上英文课嘛 他要做老外的生意嘛 就陪酒嘛 跟他聊天扯淡嘛 老外讲得他听懂一半也好 听懂什么时候也好 反正就是去沟通一下嘛 然后他就要表达 我给你敬一杯酒 你亲情好不好 扯淡嘛 所以很多巴格尔讲得很好 至少很吓人 很流利 讲多了嘛 那这种人以后情况可能有两种 第一种就是说 他是讲不好 但是他不怕讲 以后第一种情况下 一杯才讲不好 因为他的基本功就不行嘛 但是也没有什么不好啊 但是至少他能讲也能基本功就可以了 他也没有说我英华多好 我也不可能说 我要再去重新再去上什么补习班啊 我在什么看外国片啊 我在拜英文老师啊 我不需要 我工作算全嘛 那也没关系啊 反正能沟通就好啊 他也不需要讲得多好 老外也不需要 能沟通就好 这也算不错 而第二种情况是他 他会越讲越好 就自我要求高一点啊 越讲越流利 越讲要正确 他有时候会翻翻字连 有时候看看美剧 有时候跟老外说没关系啊 因为老外有时候他不会跟着你 第一个他也没那个时间 没那个心情啊 第二个他可能是觉得不好意思啊 就是好像批评你啊 好像有点批评你啊 怕你不高兴 所以很多老外他不讲啊 当然你如果跟他说没关系 我也想学一些英文 我如果哪些发音真的很不好 哪些很明显说 你跟我讲没关系 你这样跟他讲啊 他就说好 那我知道了 如果小错误就算了 不然讲不完嘛 比较明显说他跟你讲一下啊 越讲越正确啊 英文会进步 那第二类就比较麻烦了 讲不好更怕讲 哇那这就很难很难救啊 因为凡斯特第一次啊 如果一辈子的英文就是说 他的心态就 我大死就是不开心口 就不讲 大死就不讲 不管我学多少人 我就是不讲 大死就是不讲 哇那华特救不了你啊 最重要的你看我这集也没用 我不管说破了天 你讲的不管有没有 我就是不讲 我英文有没有学出我的事情 那我大死就不讲 哇那那就没救了 没办法老天爷也没办法 然后进入到第二个课题啊 就说我们没有机会使用英文啊 那这种破解 要什么破解啊 这边就两个课题啊 所以我们讲到 中国为什么学不好英文啊 英文讲不好啊 两大课题 我们前面讲的就是说 我怕心魔 因为我没有什么心魔 我也敢讲 我应用程度也过得去 可是不能怪我啊 我没有机会使用英文啊 不能怪我啊 所以你看我很少讲英文 不能怪我 我没有外国朋友啊 我们公司全部都是中国人啊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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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没机会啊 不然的话 英文讲得很好等我 没机会使用 讲的议政直言啊 讲的很有说服力啊 但是也是假议题 那为什么假议题 你当然有机会使用英文啊 那怎么破解 我们就把下集把它讲完 中集讲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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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